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言第四章 第23節 你要保守你的心 聖個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所以這就是為何我會總括 在今年似乎我們會開始進入另一個里程碑 就是接下來的三個節期的里程碑 就是我們2012的訊息 講了五年所講的這個題目 亦要預備的一個題目 因為神既然要我們做的時候 是以領袖方式去做的話 哪可能我們完全沒有預備 然後走出去就說做領袖 沒有可能的 就算你唱歌也好 作曲也好 去演奏也好 你沒有可能練那些東西 練都沒練過你走出去做領袖 或者走出去表演 神的家一定不是這樣 所以我相信就是 其實在過去這五年當中 我們講的2012信息是 我們不斷講的是吹角 我們說神去塑造一批的新族類 是會去做這個工作 我相信就是我們說是其中一批 很明顯在過去30年已經證明這個事實 而大問題在今年 我相信我們會進入另一個應驗裏面 就是吹角節、熟造日和朱鵬節 這個應驗當中去警告這些世人 而世人會開始直成知道我們說的真實性 就好像現在你會看到 我們比任何這些所謂的太空總署 歐洲太空總署或者很多這些機構 更加早說 關於磁極轉移、地極轉移 現在他們說 現在是地磁極轉移 很多這些 以來你這樣打上去 地極轉移是這四顆字眼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我們教會很多這些 著作或者別人引用我們的 這些VO 我們說了五年 今年歐洲太空總署才說一件新的東西 可能會有這種東西 因為我最近這半年看到地球的磁場減弱 神所比我們的預備是遠超過這個世界 所有這些所謂的權威 無論去哪方面的權威 因為是神去創造這個世界 而教會本身應該是有這樣的身份 有這樣的智慧 唯有那些有偷懶 有希望拿盡一切好處的人 才什麼都不預備 但是出來又要帶頭 但是神是最憎恨這些人 神最希望的就是我們願意在祂的手下 去接受祂的圖像 就像一個器皿一樣 被這個工匠去塑造又塑造 直至成為一個貴重器皿一樣 而實際上我相信 你會看到神是有祂的心意 有祂的課程這樣帶領我們到過這三十年 你能夠想像我們在神的心目中 是一個什麼的教會 而實際上祂給我們的數目 是全無古人的 即是會一年 當你看回我們的視頻 你會看到神 要求我們做的事是全無古人的 你知道嗎 但問題不是做了兩次 是做了三十年 所以在接下來 跟著這三個節 其實我相信是從今年開始 似乎我們會看到 會在我們的身上 會成為一個託父 最主要神在以前來講 要讓我們去結這個小麥大麥 但接下來 祂要我們去結出各樣美善的果子 所以就好像這一節的聖經 斟然第四章第十三節說 你要保守你的心性 要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發出的 換句話說 我們看這一節的經文 但我們有沒有保持這節聖經 在我們一生之久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看這一節經文 但我們有沒有在任何情況下 無論神要我們去做創舉 我們會不會 人流於亡亂 或者甚至做到麻木呢 不只去做創舉 神要我們在過程中 釘十字架 不單是氣咎形身 在那裡好像真的有血有淚 因為就如我跟身邊的傳職說 你們很多時候 在這裡回味當時的感受 但當時對我來說 真的有血有淚 真的有心滴血 經歷過這些情況下 沒錯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就算主耶穌基督 在十字架上 十架七言 對嗎? 你會看到他的說話 仍然一樣是求神 遙書這些釘死他的人 沒錯 除了我們在創舉當中 我們不麻木 我們不亡亂 但同樣 我們被交去死地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以主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榜樣 我們有沒有磨練 鍛鍊我們自己人生當中 在我們一些明明 我們做得對 做得不單止對 是絕對對 我們不單止做得正確 我們還要做得比別人正確 我想大家知道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是很吃力的 是很辛苦的 是非常之痛苦的 是很多晚上的耳淚洗臉的 但是因為主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先驅 我們可以從祂支取力量去度過 但有些人 不要說道過 他見到就已經找路走了 即刻薩後轉 有很多人今晚在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變成猶大 要賣主 沒錯 這一節經文是這樣寫在白字黑字 在聖經上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拿著這節經文去過活 你有沒有拿著這節經文去度過你的 晴天陰天 雨天落雪天 你有沒有拿著這節經文去度過你的春夏秋冬 你拿著這節經文去度過 你人生當中的 無論起與跌 無論亡亂也好 或者無論在你的生命當中 受到無理的對待也好 你有沒有拿著這節經文去相信裡面 最強調的兩件事 第一 神看重你寶貴的內心 你以為你自己的內心是普通的物品 但是神所賜給你這個內心 神是看為寶貴的一個階段 要求你去保守它 第二就是神去賜給你內心的回報 就是你一生的果效 你一生的果效竟然是回報一個這麼寶貴的內心 在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信不信這件事 並且我們有沒有持受這件事 在今天三十年後 當我以自尊方式和大家分享 我想告訴你 神是絕對真實的 這節經文是很寶貴的 你的內心不是用來發敏症的 你的內心不是用來講粗口的 你的內心不是用來報仇絕恨的 你的內心不是用來報仇絕恨的 你的內心不是用來讓它麻木 或者是污染它的 你知不知道 所以我想知道 有些人在聽說道聽到麻木 你為何要讓你的內心為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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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保守你的心 不是神是誰 是你 你的內心為麻木 不是人家使你麻木 OK 心之念 不是神要求祂保守你的心 也不是要求人家去保守你的心 是要求你去保守你的心 鼎子妹我想知道 我聽過的講道 隨時多過你們每一個人幾倍 我日以繼夜 三十年內不斷言讀神的話 不斷聽這些講道帶 我都聽過很滿的講道帶 但我不會讓我的內心麻木 但我見有些人 就算連聽我的講道都聽到麻木 你想想多恐怖 是否 讓他真的出去聽外面的講道 或者回外面的教會 所以弟兄姊妹 為何你讓你的心麻木 為何你讓你的心在情慾當中 為何你讓你的心在自私當中 為何你這麼作賤你自己的心 為何你不真的使你的心溫柔 難道一句話 對呀我是這麼粗魯的 那你就糟蹋了一個神 是不是寶貴的內心 是不是這樣呢 你是不是仍然繼續 你以前是一個這麼沒耐性的人 現在都是一個沒耐性的人 你以前用医羅的愛愛人 現在都是用医羅的愛愛人 那變了 OK 你現在聽我的自主 在三十年裏面神 是不斷給我的帶領 而不斷給我的躍進 是因為我 Graduate 從Grade1 Grade2 一直完成這個high school 一直讀大學 在淑寧大學 一直畢業 但你呢 你是不是現在還是小學都未 pass 或者幼稚園都未 還在留級呢 這個是在乎你有沒有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在每一樣新的事物當中 在每一個新的磨煉 新的衝擊 新的無奈 或者新的被人去屈枉的時候 你都有沒有真而重知你的內心 你有沒有真而重知你殺在你內心當中的種子 什麼叫做殺在內心當中的種子呢 就是你用什麼回應這些東西 在過去這麼多年 我跟大家分享過 我用什麼回應別人的出賣 我回應這些外面的人對我的屈枉 我做的甚至是比他們更加正確的 但問題是當我好像賊那樣去對待我 當我是一個騙子那樣去對待我 我用什麼去回應他們呢 很多人去攻擊我 希望使我失望 但我用什麼回應他們這種攻擊呢 在過去這麼多年當中 無論是神所給我的呼召 神所給我的命令 神所給我的工作 神所給我的突破 或者神所給我的新的責任 我用什麼去回應這些東西呢 就會產生我人生的果效 正面第四章 第二十三節 你要保守你的心 聖個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 才由心發出 如發光 如明朗 西川 連璞 在世光阴 每日发真光 明临海落 耶稣永次陪伴我 我愿发真光 现灿难进方 路遥远望 目标于平和 盼在世光阴 每日发真光 明临海落 耶稣永次陪伴我 我愿发真光 现灿难进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